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给您这家位于在龙岗旧郡村旁边的米干店 老板娘从小是在缅甸长大 凭着对家乡的思念做出一道又一道正宗的缅甸菜 像是这道手工制作的米干 搭配的是鸡骨头熬出来的汤头 吃起来爽口一点都不油腻 还有缅甸特有的美食叫做糖明宝 这看起来有点像台湾的油饭 但是粒粒分明的米饭里头带着是浓浓的蒜香 上桃还有酥脆的炸鸡 各式各样的缅甸国民美食来到这家店完全能够一网打尽 黄姜粉有些是好多都是来买缅甸的 其他国家的做的都没有它缅甸的一样比较真实 对家乡食材自信满满 老板娘张晴英忙着在店里采买 在这里就连特殊的颠缅调味品也能措手可得 原来忠贞市场商圈附近过去是颠缅国军游击队来台浪角的地方 特殊的历史背景让这里成了全台颠缅美食的集散地 我们这边原本是有三个眷村在这里 那现在也就是现在云南文化公园的周边 那因为93年的时候眷村改建 没有在原地改建 所以说这乡亲都搬手了 本身是云南人的张晴英 从小在缅甸长大 19年前跟着父母来到台湾 一开始很不适应 开始工作的时候 都是一把银了一把银里的吞下去 我们在明天都是做生意啊 一时之间来到台湾去工作的话 多多少少会看到一些领事嘛 就会受不了 就会感到受伤的样子 现在已经OK了 已经习惯了 虽然慢慢习惯台湾这块土地 但仍旧按耐不住对家乡的思念 两年多前从亲戚手中 接下这一家小吃店 张晴英透过熟悉的家乡料理 以及也思想情怀 其中滇敏的国民美食米干 就是他从小吃到大的料理 不管随便一家他都会做米干 他也是用草米做的 他不吃任何东西 所以他吃起来就比较顺口 不上味 因为信奉回教的关系 张晴英不加猪肉 一季骨熬汤 加入满满的高丽菜丝和蛋花 这就是他最熟悉的美味 我们家我妈那一代就做米干 超想的 你吃到了就想自己再回家 自己再做来吃 感觉口感的话米干好像比较 半条比较滑一点 这个因为手工感觉有点点粗糙 它是还蛮可口的 汤头非常的浓郁 可口 而张晴英说 缅甸路边随处可见的 就是这碗鱼汤面 鱼汤面都是路边路边路边的要买 好多只要你一出去 一到缅甸一去 一份鱼汤面就随时可以吃得到 但是很好吃 很香 鱼汤面之所以香气扑鼻 就在鱼汤头里要放入煎过的鱼肉 多数我就是选没有骨头的鱼 比较大 它才会香放到鱼汤里面 要煎到黄 和香茅姜黄一起熬煮至少15个小时的汤头 和米线结合后加点豆酥和白煮蛋 吃进嘴里的每一口 都是滑顺浓郁的滋味 这个鱼汤面其实算很特别 我第一次吃到这个味道 因为它里面有含一些 有一些炸物在里面 其实跟一般我们印象中的鱼汤面 是不太一样的 对 它里面有一些像咖喱的味道 然后有一些水煮蛋在里面 那它其实吃起来比较像面线 它做的味道我很喜欢 叫什么 缅甸 因为我在缅甸工作过 差不多一样 很好吃 另外这道叫做糖明堡的料理 看起来像是油饭 它是缅甸的特色小吃 缅甸随便一加你去 只要说是糖明堡 它的那个缅甸名字叫糖明堡 你只要一去就有了这个东西 糖明堡到了台湾 张晴英在上头多加了炸鸡 而看似油饭的米饭做法很特别 将白饭 酱油 蒜酥和鸡高汤等 一起放入塑胶袋里 因为它很烫啊 你拌的时候在碗拌的时候 它要粒粒分明嘛 一颗是一颗的嘛 所以你根本在碗上拌 你没有办法把它拌均匀嘛 所以你也一定要把它放在那个塑胶袋 要不然你就要放在锅子上把它拌均匀 粒粒分明的米饭带着浓浓的蒜酥香 而上头的炸鸡口感则是比一般炸鸡还要疏松 像我们台湾那种油饭的那种的感觉 然后里面还有加花生还有一些香料 蛮好吃的 它是有那个鸡肉的 上面是有杂素酥的那个鸡肉的 非常好吃 说到家乡料理 最让张晴英笑容满面的 是这一道在缅甸被作为两拌菜的 碗豆粉 在缅甸的时候是用手抹嘛 手这样抹抹 抹出浆来 然后才去过滤 用那个一个袋子 这样这样过滤下来把它过滤 把它杂杂过滤掉 大家都唱着吃不够吃啊 开心的匕首画脚 因为碗豆粉对她来说 就代表了最令她怀念的儿时回忆 过去忠贞眷村里聚集了不少 来自滇缅泰国的移民 像是这道打抛鸡 就是改良版的泰国菜 鸡肉和九层塔长豆一起炒过 味道喷香之余 鸡肉的软嫩和长豆的爽脆 口感层次更丰富 肉质蛮嫩的 然后会有点偏辣 对 最喜欢辣的人 其实还蛮是个不错的选择 泰式的比较偏酸 它这个就是比较偏咸 然后偏辣酸 当初全家一起移民来台湾打拼 现在年近九十的老父亲 都还会在店里帮忙 他们不跟我说话 我要说 两三个月 不都 三个月才过来 三个月才过来 不累啊 嘴里说不累 其实是想替女儿分担 心疼她累 张琴音妇女俩 努力让家乡料理 走进台湾人的心里 也让龙刚的颠面特色 持续保存下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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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